欢迎来到敬拜队歌手超基础课程 我是音乐牧人呂少良传道Tony 相信在看这段影片的朋友 你应该都是敬拜队歌手甚至是主领 当然我也欢迎每一位在敬拜队愿意唱诗歌唱更好的你 在这程中我们多了网上崇拜 我们在敬拜队负责唱歌的 我们的实力也开始浮面了 的确,要在敬拜队里用唱歌去服侍是不简单的事 我过往在试班里都用很多时间去练习 每个星期都要练唱歌 可能进入敬拜队的年代 我们真的练习唱歌的时间少了 又或者教会招募我们做敬拜队歌手 只是因为我们不懂乐乐器 但其实,要用乐器或歌唱去服侍 都是长年累月的学习 我就留意到这两年 都有很多好的唱歌课程 他教我们唱和音、读唱 演绎不同风格的诗歌 这些课程都值得学习 又或者我们的目标 就像Youtube那样 有这么漂亮的声音去带领别人敬拜神 不过当我们去修学生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有很多基本功 是我们更加需要都未定 比如说,乐理、数八字、发声的方法等等 所以回到起点,其实就是了解自己、队员和互众的需要 去选择一些合适自己的诗歌 这些基本功 包括识体谱、唱得尽、救气、放松 和其他队员的配搭和协调 就是我们做这个超基础课程的本意 想着大家这个需要 在我们里面一些我们可能很害怕 不想克服的 我就尝试去将一些简单、入门的 最需要知道的 就设计一系列 循序漸进的练习 不是想着要大家30日促成 还有里面还有一些开声 希望大家慢慢去克服 所以在整个设计里面 我们是二合一 有教学片 也有教材本 希望透过不同的方面 一些示范 或者你可以跟着的练习 一些在文字上的温习 这个也相信是我们以后开班的方向 很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课程 或者我们往后有机会 单对单的学习 小组的学习 由今天开始 我们立志做一个称职的 敬拜对的歌手 用心去学一个正确的唱歌方法 不要再靠死忌 憑感觉去唱歌了 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愿意将我们今天 可以去献给神的 都拜上 用心用灵 尽力去做 一同唱出 我们自己心里想献给神的歌运 这个必定是一个荣耀神的侍奉 好了 我们一起上试吧